這一雙很厲害 到底是我的偶像鄧子齊也有穿這雙 我不是你的偶像嗎? EO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黃生兄弟 我是薇薇 我是小小 歡迎來到EO的實話實說 就是洗完臉我會噴保濕噴霧 那今天帶來的是雅漾的保濕粉霧 而且保濕噴霧用了之後也非常好用 因為其實呢 你有時候洗完臉 然後你擦完之後你會比較乾 乾了之後你噴水 然後再上化妝水 我肌膚是屬於敏感性肌膚 所以所有東西呢 我們就是會一試再試 那化妝水呢 我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切爾是化妝水 我覺得它應該不陌生 我們應該是他們擦的愛好者吧 對不對 算是 因為其實他們的東西 對皮膚就是刺激性很低 然後像是除了你說 平常保養之外可以擦化妝水之外 你像是如果長痘痘啊 臉上如果有紅腫癢癢的 我就會用化妝棉 三絲只有師傅 精華乳呢 就是通常讓自己更保濕啦 因為它是在化妝水跟乳液的前後 中間 嗯 這罐是我挑給他的 它是那個 必爾群的特嫩精華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是不能去角質的人 對 因為我去角質就會可以泛紅 也是超可怕 他去角質去完一次之後就看皮膚科 就是因為整個人紅到不行 所以那就要不能去角質的話 就要怎麼辦 就要去做像這種比較有 可以溫和代謝角質的產品 所以我就幫他選了一罐這個東西 然後這些全部上完呢 我們就會上乳液 好你今天幫我帶來一個 今天是這個 我跟你講 冰河蛋白的 這個超厲害的 通常呢 我睡前我還要再擦一次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說 為什麼夏天還要再繼續照顧保濕 其實保濕非常重要 因為你在室內 然後長時間冷氣 然後睡前再擦一次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你在睡覺到你起床之間 其實你會歷經那麼多8小時 這段時間呢 你保濕加強 那你醒來之後 你的皮膚不會乾乾的 因為我一個禮拜 我會敷臉大概3到4次 然後我會選那種保濕型的 就是不要太過於眉白啊 我覺得保濕基本上就足夠了 達特務的 薄尿酸 微導面膜 防曬的話是這罐 理膚保水的 就是防曬乳 那它的話就是 基本上它會有潤色的功能 因為可能還是要上鏡頭 它有一罐是透明 有一罐是透明的 是日常在擦的 對 但是不管你是選用透明 還是用有顏色的 你事後就是 晚上睡前一定要卸妝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因為卸妝環境 如果你現在沒乾淨的話 你會造成毛孔堵塞 然後久了之後毛孔就會出大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一點 這個是我 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最後 就成了老主顧的 一樣是大特務的 這一罐是那個卸妝乳 因為我們有問過 就我們的皮膚都不太適合用卸妝油 對 也不太適合用卸妝水去擦 所以卸妝 因為卸妝水我就怕說卸不乾淨 然後卸妝油 又怕堵塞 對 然後怕太刺激 這罐的話就是我近期夏天的時候 最愛用的 就像什麼 淨透換膚極效精華 因為它真的擦完改善我差不多 黑頭粉飾跟 因為人家說我們為什麼會有痘痘 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你粉刺先堵塞了 直接長痘痘 彩妝的話 我們基本上超基本 如果我們真的要上妝的話 就是為了要讓自己氣色好一點 所以就是會先做一個防曬 防曬完 擦完之後會再擦一個妝前乳 妝前乳的話我是使用這一個 是Sophina的妝前乳 它是蓋住那種 比較讓自己皮質不會出油 然後會說把毛孔給遮掉用的 粉底液的話是這一個 MAYBELIN 然後這個系列我們試了蠻多款色號 終於試到一款適合我們的色號 125是比較適合我們這種 已經算偏白的男生使用 雖然它不小心斷了兩隻腳了 三隻 Sorry 而且它已經不能動了 有年代感的東西 我想要說的是 它這個細節是 這支完完全全是我自己手做的 然後呢 它的細節是它的鉗子 它的那個鉗子 然後它的尾巴 包含它的腳 所有地方它都是能動的 因為它這個全部的細節 都是靠它的馬達去運作 然後這些地方呢 全部都一個一個 你要去裝上 拼裝上去 我不知道現在買不買得到 很難買吧 你能想到這是一個 小一小二的人 組裝出來的 對啊 那也真的蠻厲害的 對啊 我也忘了我花多少時間了 另外一隻也是 它是連它的機關槍都是能轉動的 這隻是星星嘛 對星星 然後它裡面都是有一個操控員 然後操控員是同一隻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同系列啦 收藏品的玩具 CAS的 BFF 然後它有三種顏色 但這隻是黑色的 我自己蠻想要粉紅色的 我待會跟你許願 有聽到嗎 嗯 喔 什麼 我剛剛說我想要粉紅色 我的視線是轉過去看你的 喔好好好 你知道 靜靈來真的很愛鞋 然後 這雙很厲害 重點是我的偶像 鄧子齊也有穿這雙 我不是你的偶像嗎 好是 我就當是 我就當是 好好好 這雙呢 就是OFWIDE他們的聯名款 然後這雙其實它是女鞋 這雙是那個 瑪德蓮的 這雙是馬德蓮的 身體會放很放鬆 然後它有分很多種 例如現在裡面這個是 琥珀石 然後它有基本的 像火山岩 如果你再更講究一點的話 什麼紫水晶 黃水晶 那些都有 然後它也有分什麼 圓盒 所以它是 他們是當每一屆用嗎 每一屆 對 因為它這個琥珀石要去滴精油 就是滴我們前面的精油 那我現在味道 這個味道是橙花 這是它一個 然後加上這一罐 然後總共可以用 四到六個月 嗯 對 然後它有一個好的地方是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 轉換房間的味道 你就直接把它蓋起來 然後拿出另一個 它在香味就沒出來了 對 它這一罐就不會再跑出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改變房間的味道 像你這兩隻錶 就是它看起來 好像 差很多 但他們其實都是 隸屬於飛行錶 我覺得男生戴飛行錶 真的很帥 最後一個 是這一隻 其實我還蠻喜歡戴墨鏡 我今天有一隻 一樣是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木質框的 但一樣今天沒有帶過來 那一隻我就超級愛的 但重點要講 因為近年不是很流行 淺色的那個 就是鏡面嗎 就是一般來講 墨鏡可能是黑色 陌生黑色 可是近期就有很多 是我自己很想有一隻 淺色鏡面的 所以這隻是淺藍色的 我現在大概不知道適不適合 弓箭的創作 可以嗎 還蠻帥的 怎麼樣 就講個長面花 講個長面花 蛤 不然呢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 它還有那種就是120公分啊 那一種的 沒有啊 我在跟你許願啊 我畢竟你知道下個月是什麼 是什麼月 十月啊 我啊生日要到了 喔 真的喔 有點熱欸 冷氣可以開槍一點嗎 好